回来了我们进入到我们的第四节的内容 我再说一次 我们目前的讲义是按照去年的教材来给大家的 我刚才看到今天晚上因为是有一个 就所谓的出版社发布了一个官方教材对比 我发现第一章整体来说也是动了一些地方 但我估计影响不是特别大 所以如果有一些具体的变动我们后面再说 也是着急 是不是大家也着急 我也着急 这教材怎么就不发了 是吧 我刚才有的人问 为什么我们少备考了两个月 因为去年我们的中级教材基本上是 这么一说好像是一月份就发了 九月份考试 今年呢 这都快三月底了还没发教材 所以相较于去年来说 看起来是少了两个月的时间 但我是觉得吧 如果官方非得这么弄 那我觉得可能今年的考试的难度 适当的稍微的能简单一点点 照顾大家 因为确实这个教材给的太晚了 是吧 当然到底是出了什么事 这个咱们也不知道 但总之呢 我觉得哎呀 我们也希望尽快 好吧 但总体来说不影响我们学习 我们特别上第二章 虽然有变动 但是基本上大的内容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的影响 所以我们踏踏实实的学就可以了 好吧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节 财务管理体制 这个标题 大家一看 我估计你就懵了 什么东西 是吧 这个不至于 其实这节课讲的是什么呢 我们其实主要是针对集团公司来讲的 我们说对于一个集团公司 假如是集团公司总部 OK 这是集团的总部 下面它会有若干的个子公司 子公司一 子公司二 点点点 好 所谓的我们这里面讲的财务管理体制 研究的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你看 总部也会有财务部门 子公司也会有财务部门 但问题就是 这个公司的财务的权利 到底是在总部多一些呢 还是在子公司多一些呢 这就分成了两种情况 如果在总部多一些叫什么呀 叫集权 如果在分公司多一些呢 叫分权 所以其实这一节讲的就是这么个问题 OK吗 讲的就是这么个问题 OK 好了 接下来 我们来看这个通俗的讲 你就看后面这句话 本节讨论的就是财务管理 集权管理和分权管理的问题 你先把这个大的标题的含义 结合这个图看懂就可以了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后面的内容 第一个 关于这个财务管理体制的一般模式和优缺点 这里边呢 重点的考点就是优缺点 你会发现呢 又是一堆概念性的东西 还是那句话 你只要理解了就可以 而且我会有方法告诉你 你只要理解我那个话 也很好解决 是吧 爱怎么考怎么考 你不会做错的 好 我们来看第一个 叫做集权型的财务管理体制 所谓集权就是相当于是我把我的权力都上收 都让我的总部来管 对不对 好 我把它起了一个 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圈养模式 什么叫圈养 你能懂吗 虽然大家可能没有在农村生活过 但是总听过吧 圈养就是 有个猪圈 里面圈的都是小猪 这就是圈养模式 都我管了 好了 我们来看定义 说这个模式是企业对各所属单位的所有财务管理活动都集中统一 也就是下属单位没有决策权权 总部来实施决策 对吧 有的时候我还能伸手伸到你的这个下属单位去干预你呢 好 总之就是一个集权的概念 不需要知道 接下来我们来看它的优点 可以充分的体现一体化管理的优势都是我管的 努力降低资金成本和风险损失时的决策统一化之的话 这都是套话 但是你很好理解 对吧 我唯一强调一下这个 为什么集权能够降低资金成本 说白了 如果这个企业所有的资金谈判 比如说借款谈判这些都是我总部来谈的 下面人你别操心了 我大哥去谈判 人家银行还不给我点面子 当然给面子 所以你子公司去谈判要来的价格 和我大哥去谈判要来的价格当然不一样 我可以去压低资本成本 对吧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有利于在集团的内部来优化配置资源 实现内部的调拨价格 这些说实话吧 都是一些比较 这个怎么说呢 琐碎的概念 相当于我集权了吗 那我就能做资源配置了 你就像打拔将一样 是吧 你下面这个牌都能够在我的乾坤大挪移当中 掌握好 废话一句 往下走 有利于内部采取避税措施和防范汇率风险 咋避税呀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 我们有A公司 我们有B公司 这两个都是我的下属单位 A公司呢 有赚了一个100万 B公司呢 赔了100万 好 严格意义上来说 我把它叫做应纳税所得额 如果这个公司啊 我是分别让你们去纳税 我不是集权的哦 我下方给你们自己去做哦 好 我问大家 纳多少税 A公司100万的纳税所得额 应纳税所得额 纳税100万乘以25% 25吧 B公司亏损 那不需要纳税 所以总之 它合计纳税是 25 好 如果我是一个集权化的公司 各位同志们 如果我是集权的话呢 你们都听我的吧 你们都是拿到我这里统一核算 这是100万 这是负100万 呱唧一下 0 纳税吗 不纳税 发现没有 避税了 你这么粗暴 简单的理解就可以了 OK 好 同样道理 防范汇率风险 为什么呀 我们假设现在有两个子公司 还是一个 一个A 一个B 这两个公司互相之间有交易 有往来 有内部交易 而且这个内部交易呢 是以比如说美元 来操作的 你欠我100美元 我欠你100美元 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是应收 看起来一个是应付 但同志们 你们都是自家人 对吧 无论你是应收应付 你这里面一定会被抵消掉的 无论这个汇率风险 到底是往上涨了 还是往下跌的 你单独看自己的时候 可能你亏了 或者是赚了 但是站在集团妈妈的角度来说 你们都是我的子孙 你们之间的涨和跌 都抵消掉了呀 没有汇率风险 所以这个简单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好吧 这三点没有任何一个是难理解的 你不要给我死去 抠这个字眼 到底具体有什么深刻 不需要 大概的意思 能够明白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 缺点 集权过度会使得各个单位 缺乏主动性 积极性和丧失活力 这个还经常考 这个也经常考 这两个缺点 还是比较常考的 首先第一个 就是都是集权管的 那确实就缺乏主动性了 就躺平了 反正你老大说了算 我下面人不需要动 对吧 没有主动性 没有集权性了 久而久之 虎虑也就没了 很好理解 好 接下来 第二个 由于节测程序相对复杂 而失去了市场的弹性 你的灵活性就没那么强 到时候你就丧失了市场机会 你说 总部做一个决策 要层层层层下放到最后的基层单位上去落实 诶 市场机会早都错过了 对不对 是吧 而且你会发现 就相当于是 什么叫市场弹性 就是你被惯坏了 什么事都老大给你摊着的 你已经没有办法去适应外面的暴风雨了 所以这就是集权所带来的缺点 能理解就可以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 叫做分权型的财务管理模式 我们把它叫做 另外一个词叫做散养模式 同志们 哎 散养模式就是溜的猪 溜的鸡 听过吗 就是它不是在圈子里面的 就是你出去跑吧 满山遍野风跑 你发现这些猪 这些鸡 那个肉更紧实 更好吃 这就叫做散养模式 能理解 好 来 这下面这个就不念了 就是废话不念了 往下走 优点 第一个 有利于 针对本单位存在的问题 及时做出决策 因地制宜的搞好各项任务 啥意思 它是有利于本单位 就反正我自己 我能决策得了 我自己有问题了 我自己赶紧决策不就完了吗 是吧 别等到你老板操心了 我自己有这个权利 能够决策得了 第二个 有利于分散经营风险 你就想 如果这个猪都圈在圈里边 一单来狂风暴雨 这个猪都完事了 你走地鸡 走地猪可不一样 是吧 有的人聪明 躲在林子里面 有的人躲树下面 所以这风险小一些 对吧 好 第三个 促进所属的单位 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的成长 这我说了 走地鸡 走地猪肉更嫩 也不叫嫩 更紧实 那成长更快 所以人家能够经历风吹雨打的 所以人家成长得更快 OK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缺点 第一个 各单位缺乏全局意识和整体意识废话 你肯定能选出来 我不解释了 你以为你自考虑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是吧 好 第二个 叫做可能导致资金管理分散 资金成本增大 费用失控 利润分配不续 好 这句话很爱考 这句话真的还挺爱考 啥意思啊 还想那个猪的例子 你在圈养的时候 你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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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都来了 给你分身了 都都来了 你要散养 你说猪来吃饭了 谁听你呀 都跑了 跑山沟里了 你的管理的成本是不是很大 经常还能失控失控 是吧 他们到处跑 管理无序 你就通过我这个例子 同志们 一个是圈养 一个是散养 爱咋考咋考 你肯定能会 你意识的干啥 不需要你理解它 是吧 就跟我们生活当中 道理是一模一样的 OK 好 接下来 考试的时候 就经常考 集权的模式的优缺点 分权模式优缺点 去判断 你脑子里就是那个猪的画面 就可以了 好吧 好 接下来 你们说画面感太强了 是吧 已经看到这个养猪场了 猪粪了 都看到猪粪了 那你们厉害了 咱能看点美丽的东西吗 看看粉粉的小猪 是吧 别看到猪粪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呢 前半部分 没有一个考点 我们但是呢 为了统一性 我们还是要看看 前面讲的是集权 后面讲的是分权 但实际上你会发现 企业正常经营过程当中呢 谁都不会走极端 基本上就是 集权和分权相结合的模式 再去做 对吧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 这种所谓的结合型的 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你比如说 第一个 这都是废话 看看就行了 首先 有统一的内部管理的制度 明确了这个财务权限 以及分配方法 各个单位要遵照执行 并且根据自己的特点 补充 啥意思 说的就是说 由于你既有集权 又有分权 这子公司之间和集权公司之间 他们不太知道 到底哪些该集权 哪些跟分权 所以你要写一个内部管理制度 你得让我知道 你这个事是你管 这个事是我管 就这个意思 所以制度上要明确 哪些是总部管的 哪些是分子公司去管的 这是第一点 好 第二点 在管理上 利用各个企业的各项优势 对部分的权限进行集中管理 就告诉说 有一些我要集权的管 有一些呢 我要充分调动各所属单位 生产经营的机器 就有一些我要分权的管 这几句话都是废话 好吧 知道这么回事就行 好 往下走 这玩意儿挺重要 影响企业财务管理体制 集权和分权的影响因素 也就是意味着 有这么多的影响因素 那让我来选 到底它应该是采用集权模式 还是分权模式 我们要进行分析 当然 我先带着你一个一个的去听一遍 我后面会给你一个招数 让你快速解决这个问题 可以吗 好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呢 是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 当你处的生命周期不同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 你应该采用的是集权还是分权呢 我们来看教材的表述 如果你在初创阶段 经营风险是比较高的 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办 当然是集权管理了 就好像是 你都是小猪仔的时候 你当然是把它忘到一起了 对吧 你说小猪仔的时候你就散养 被大狼狗吃了 对吧 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 企业的战略 如果所属单位之间的业务联系比较密切 比如说所谓的纵向一体化战略 我告诉你这个不用理他 这是我们以后学战略的时候 你会跟我学的 现在不用理他 说九月有必要采用相对集中的财务管理体 是啥意思呢 什么叫你的业务联系比较紧密呢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这个企业 它里边呢 它是个集团公司 对吧 然后呢 下面呢 有一个子公司呢 做的是生产零部件的 有一个子公司呢 是做这种加工的 所以你看 他俩处于上下游的关系 彼此之间的配合呢 就非常的密切 这是你的两个子公司 对不对 好了 那这两个子公司都是典型的制造业的行业的属性板块 对不对 你一定要去做成本核算吧 对吧 好 这种情况下你要怎么做呢 作为总部 你必须得制定这两家公司 你们到底采用什么样的成本核算方法 你说前面一家公司我用的是A成本管理方法 第二家公司我用的是B管理成本方法 你们这两个企业的方法都不一样 我还怎么看这个书啊 我怎么能够制定你们的转移价格呀 怎么去制定你们之间的成本分配呀 我做不了 所以这种情况下你会发现 下面的业务越紧密的时候 我应该越统一地管理 让你们都用统一的标准进行管控 这样才是最方心的 最划算的 最科学的 理解到这就够了 不用深究 好吧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个 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 如果外边风云变幻 复杂多变 还是刚才那个猪的例子 我说一旦出现了山崩地裂的时候 如果你那个猪都放在卷子里边 最后损失可太大了 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应该让这些猪满天跑 满地跑 所以你用分权的方式 更加能够增强它对这个市场变动的适应能力 否则损失更大 对吧 但如果你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情况下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如果真的是倦养 说不定你给它催化肥 长得更快 所以这种情况下 如果稳定 我们用的是集权 OK 好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 接下来企业规模 如果企业规模比较小 也代表着你的经营风险是比较大的 对吧 所以我们更加的是侧重于 你用的是集权的管理模式 这个很简单 好 第二种情况 如果你的企业规模比较大呢 看这句话 说财务管理各种权限就有必要进行重新规划设置 也就是意味着 到底是集权还是分权 不一定 你要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可能是集权 可能是分权 所以这里边教材没有给明确结论 OK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 企业管理层的素质 如果这个企业管理层的素质比较强 能力比较高 啥意思 就是我这个人特别能耐 我能把我的子子孙孙管得都特别好 那就充分发挥你的强项 你给我去用集权去 对吧 你给我用集权去 是吧 因为你看这里 然后分权可以调动所有单位的生产集性 创造应变能力 这里面实际上后面的话也不用看 你就看前半句话 就是你的管理层厉害的话 那你就充分发挥它的能力就可以了 OK 好 所以用的是集权 好 接下来最后一个信息网络系统 这里面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真的要想实行集权的模式 说实话 特别是对于财务的人员来说 如果你是总部 你是个集团化公司 你在总部的财务 你要想能够采用集权 其实意味着什么 你能看到下面分子公司所有的财务信息 对不对 比如说 你要想做集权管理 你要做合并报表 你必须得有非常好的合并报表的财务系统软件吧 比如什么海波龙啊 SAP啊这种的财务软件 当你的管理信息系统比较完备的时候 你实施集权才有实质性的意义 对不对 好 再比如说 有些现在这种集团公司的总部啊 经常会有一些经营分析 什么仪表盘啊 水晶球啊 我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啊 就这种词 啥意思呢 就是我作为总部 我能监控到下面这些分子公司的具体的经营情况 它的数据我都有 那这依赖于什么 这依赖于你的整体的IT的基础设施是比较完善的 对吧 所以当你IT设施比较完善的时候 其实你更加适合用于的是我们的集权的管理模式 对吧 懂了 好了 这是我们的信息网络 这个地方的考点是什么 这个地方的考点就是我们所说 你要根据不同的情况 不同的影响因素 来确定它到底是集权还是分权的 对吧 好 但是 你刚才要是真的像我这样一个个分析啊 你累死了 是吧 你有的时候脑子还转不过来一个弯 我们来给大家一个解题高手 如果出现这个题怎么办呢 请从这开始看 通常来说财务部门所掌管的财权 你听这个词 你就觉得很了不起 大多数情况下 企业都应当把财务管理 作为集中管理的一项内容 你想看 两大权 其实一个是人权 一个是财权 对于集团公司来说 通常都是集权的管理模式 如果各位同学 你在集团公司的话 你应该有深刻的体会 你发现你们集团的财务条件 和人力条件 大概率是集权化管理的 这是非常常见的 好 这里除非出现了 我所谓的内忧外患的情况 什么叫内忧 第一 管理层素质差 或者说你的信息系统就很差 这种情况下叫做内忧 就是素质也不行 系统也不行 人也不行 IT也不行 内忧 那么你用分权去做 什么叫外患 就是外部环境 外部环境 或分权你需要去进行 重新的规划和设置 好了 我这个已经把前边的 是不是已经说清楚了 你不需要死机硬背了 对吧 所以大部分是集权 除非出现了内忧外患 然后企业规模 那个单独聚集就可以了 好吗 接下来我们来看 密集密切关联 又说管理层素质高 又说管理层基础好 不用想了 肯定选A 是吧 秒杀 对吧 你只要不出现那两种情况 就一定是我们的极权管理的体制 OK吗 简单吧 OK 好 往下过 我这里 稍微说了一个 他说你看 我这里给了一个陷阱提示 如果 这道题 OK 我说 我只说了这个企业经过多年发展 公司规模已经足够大 请问 他应该采用哪种财务管理体制 答案是不一定 是吧 只不过 按照教材结论当中 公司规模小是集权 公司规模大要重新设置 这个大家单独记一下就可以了 好吧 好的 什么情况下用D 会出现D这个选项吗 从我们考试角度来看 不会 从我们考试的角度来说 基本上不会 除非 它非得说 你要结合集权和分权的优缺点 你选什么呢 你选这个呗 是吧 这是废题 但是如果从考试角度来看 其实就是让你去判断 到底是集权还是分权的 对吧 OK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个部分 这个部分内容 我告诉各位同学们 大部分内容是不重要的 有个本考点是你要需要知道的 所以这地方你可以稍微放松一点 首先它很虚 但它没有用 来我们看标题 企业财务管理体制的设计原则 就是当我去决定 分权还是集权的时候 我到底应该怎么具体的来设置呢 首先我要满足一些原则 这些原则我都觉得教材应该早把它删掉 一点意义都没有 走先来看第一个 说与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要求相适应的原则 同志们 我真的是觉得这句话说的一句 说的就是非常的没有味道 想说什么呢 企业现代管理制度是什么呢 叫产权制度 权责力分明 啥意思呢 你要想用集权 啥意思啊 你要想用集权 又是意味着你的手里的权力特别多 好不好意思 那么你需要承担的义务责任都要特别多 就这意思 就是你权力大 责任大 义务多 就这么点事 或不重要 第二个 明确企业对各所属单位管理当中的决策权 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衡的权力 权力有多种 但是权力 比如说有这三种 有决策权 有执行权 有监督权 这三权要制衡 就这么一件事 说三权要制衡 你不能某一个权力特别高 某个权力特别低 不行 你要三权制衡 好 实际上你发现 这个决策权在我们企业里面往往是谁 比如说董事会做决策 对吧 经理层做执行 监事会做监事 你发现没有 什么董事会 股东大会 经理层 监事会 他们之间也是 权力制衡 所以讲的是一回事 好 不重要 过 接下来 第三个 明确财务管理思想和分层管理思想的原则 哎呀 啥意思 说企业再去确定自己的财务的到底是集权还是分权的事呢 肯定不是财务自己一个人说的算的 它是一个综合管理的说法 就是你得考虑其他业务部门是怎么想的 你要考虑公司战略是怎么想的 你要分层 什么叫分层啊 因为你有总部财务 事业部的 然后区域事业部的 分子公司的 工厂的 你要分层去思考这个问题 好 前四个全 前三个全都是废话 打X 知道就行了 但教材写在这了 我不能完全扔掉 好 第四个有考点 与企业的组织的体制相适应的原则 我们这里面会讲三个 一个叫U型结构 一个叫H型结构 一个叫M型结构 好 这是一个小小的重点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叫U型结构 什么叫U型结构啊 这就是咱们中级财务管理的叫法 实际上就是职能性的组织结构 职能性的组织结构 我先给大家看这个图 就是上面是总经理 下面是各个职能部门 你看哦 什么采购的生产的营销的财务的人力的 就是相当于是一个人管了所有职能 这种组织结构 你说它应该采用集权的方式 还是分权的方式做 这典型就是个集权嘛 一个人管所有呀 对吧 好 我们来看相关的表述 以职能化管理为核心 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在管理分工下实行的是 集权控制 对吧 下面的控制权 自由权很小的 所以U型结构 或者说直行性结构 它的这个所谓的集权度是最高的 为什么是叫U型结构 是因为它长得像U型结构吗 不是 是因为它是个英文单词 叫unit 职能型结构是unit 所以取了一个第一个手字母而已 它不是因为它长着这个形 OK 好 第二个 H型的结构 也不是因为它长着这个H型 没有这样的组织结构 H型结构 也是因为它是个英文单词 叫holding holding是叫做控股公司 这里面讲的就是控股公司 同志们什么叫控股公司 控股公司就是个大平台 它下面投资了好多好多好多子公司 它自己本身可能就是个空壳子 没有什么实质性业务 但我有钱 我投资了很多公司 对吧 就有点像什么 像包租谱 包租谱大家知道吗 工夫里面一个包租谱的烟那个 它就是它有一堆房子 收租 是吧 但这个是反过来的 就是我有一堆公司 我投钱 我花钱 总之就跟包租谱是一个性质 只不过一个是花钱 一个投钱的 对吧 好你发现 就是它本身没有实质性的业务 下面公司爱怎么发展 百花齐放 也就是意味着 我给你下面子公司 有更大的独立性 所以它的典型特征就是分权 是吧 典型特征就是分权 所以这个很好理解 好 但是你看 随着这个H型结构的不断演化 总部作为子公司出资人 对吧 你会掏钱的地方吗 对于子公司的重大事项权 拥有最后的决定权 因此也就拥有了对子公司 集权的法律基础 所以现代意义上 你会发现 H型呢 它既有分权 又有集权 话要说满了 但总之吧 还是偏向于分权多一些 只不过现在呢 多多少少有点集权那么个意思 知道就行了 好 最后一个 M型结构 还是那句话 M型结构 不是因为它长了一个M型 不是因为它长了一个M型 又是个英文单词 指的是这个multi 什么叫multi啊 multi就是多 就是你这个企业 一开始可能就是只有一个产品 但你后来发现 你做了好多好多个产品 你的产品的数量变得越来越多了 对吧 好 当你的产品数量变得越来越多的时候呢 我们就用了一种组织结构 给你构建起来了 叫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这个图吧 上面依然是总经理 它下面啊 你看有这么多产品 有燃气设备 洗衣产品 电子产品 空调 冰箱 火炉 装修 正常情况下呢 你其实可以分成产品事业部 一个总经理管若干个产品事业部 对不对 但这里它也总共有几个产品事业部了 如果你要那么设置的话 七个了 是不是 所以从七个事业部 这管理难度太高了 因此呢 当你出现了这么多 这么多产品的时候呢 我给你上收一层 比如说 我把燃气设备 洗衣用品 电气设备 归在一个事业部当中 叫做事业部A 我把空调冰箱火炉 归在事业部B 然后呢 剩的这个装修 放在事业部C 这种组织架构 你会发现 它就是一个典型的 叫M型结构 叫多部门结构 来 你自己评评看 从原来我刚刚说的 我一个总经理 下边管了七个事业部 和我现在一个总经理 我只管三个事业部 这个过程 其实就是在做 集权 对不对 是吧 本来我应该是这么分着管的 对吧 我上收一层 我更集中的去管理这件事了 是吧 我相当于是一种集权度 相当于是比较高 对不对 好 因此你会发现 我们这里面讲了 这个事业部 是一个中间管理组织 你看 处于中间吗 这事业部在这吗 下面是具体的产品线 所以它是一个中间的管理组织 它不是独立的法人 但是它的集权程度 比H型的更高一些 好 现在咱们排排坐吃果果 请问 集权程度有三个 有U型的 刚才讲三个 一个是U型结构 职能质的 一个是H型结构 控股公司的 一个是这个M型结构 这个多部门的 我请问 它们的集权程度 排排坐吃果果 怎么排 怎么排 应该是U型 大于M 大于H 好了 考点出来了 这就是考点 就这么简单 OK吗 所以U型的 大于M型的 大于H型的 OK 这就是我们把 这地方的考点 最核心的就是这一个 最核心的就是这一个 好吧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呢 其实是需要大家去背记的 但是也很简单 也不是要去 你只要理解了就行 我们说了这么半天 到底哪些事应该集权做 哪些事应该分权做 教材其实给你列出来了 我们按照教材的这个说法 来掌握就可以了 OK吗 好的 我们来看 首先教材列举了七项 先混个眼熟 制度制定 酬融资 投资 用资担保 固定资产购置 财务设置 收益分配好了 不需要背 而且要话拗口 是吧 你看分权的这四项 经营自主 人员管理 业务定价 费用开支 哎呦 就四个好倍 而且你看这四项 你觉得眼不眼熟 也不是眼熟 亲不亲切 亲切呀 经营 你天天上班的 在做经营对吧 人员 业务定价 费用开支 这种特别偏日常的活动 你就让下面人做吧 你再看看 左门这些事 是不是都大事 对不 左门这些事 都是大事 都挺费劲的吧 好 集权做 所以你只需要记住 这四个是属于分权的 就足够了 对吧 就这几个就是 你贴近生活 对吧 你用这些去做 就完了 有人说老师 抽融资也贴近我生活 哎 我告诉你啊 但凡动钱的事 你都给我放上放 钱怎么来怎么去 这玩意儿都跟动钱相关 你给我放上放 你千万别自己手里面转着 这有很大风险的 好不好 所以啊 动钱的 往这儿放 剩下的小事的 费用开支呀 这种的 费用开支 显得就是日常的花销 这个报销的问题 这种放到分权里面去做 好吧 行吧 有人说老师 这个人力不是这个 这个集权吗 这里边 哎 同志们啊 你们这个问题问的挺好 这里的人员管理权指的是什么 其实跟那个 所谓的人力资源管理 不是那么太大的意思 教材也没解释清楚 这里主要是财务人员的管理 就是你们自己的人员 你们自己分资公司管好了 你们财务人员自己管 你别让我总部的人管 好吧 你不用去教条这个意思 好吧 你这里你就记住 这几个常见的词 是我们分权去做的就行了 别想太多啊 别想太多 OK 哎呀 今天提前了 我先想看 这第五节我讲不讲呢 这第五节 第五节我肯定讲不完 这半个小时我肯定讲不完 我讲一点吧 行不 第五节我讲一点 我把这个经济环境这个部分讲完 然后金融环境 我讲一点吧 好吧 讲一点事业 财务管理环境 这个内容呢 其实也比较简单 比较重要的就两块环境 一个是我们待会讲的经济环境 一个呢 是另外一个金融环境 就这两个环境比较重要 好的 来 第一个 技术环境 这没啥好说的 从来也不考 说 这个 我先给你解释一下 这个标题啥意思 什么叫财务管理环境 是说 影响财务管理的那些环境 这个标题其实特别不好 它的真实含义是 影响财务管理的那些环境 比如说技术会影响 比如说技术的发展 以前都是算盘 现在都是计算机 以前都要靠人力 或者说靠Excel表 现在呢 还有一种东西 大家听过吗 叫做RPA 有没有听过RPA的东西 就是Robotic Process Automation 啥意思 自动化流程机器人 你们有没有公司 用过这个东西 有些公司是在用的 去把这种机器人 嵌入到我们的财务系统当中去 会帮助你去处理单据 包括有的时候 这些机器人还可以帮助你 日常的一些操作 比如说PPT的模板 这帮人 这些机器人是可以帮你做的 所以你看 这些我们所谓的技术 会影响到我们的财务管理的效率 OK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经济环境 这个地方相对来说是 比较重要的一个支点 但是呢 也就是只有某一个部分重要 不是所有内容都重要 经济环境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 经济体制 这个不重要 看看就行了 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 当然今天在直播间的人 应该没有几个人 经历过计划经济体制 财务管理内容是比较单一的 方法也比较简单的 市场经济下呢 内容比较丰富 方法复杂多样 什么叫计划经济体制 你虽然没有经历过 但是我告诉你 其实我们正在经历 为啥呢 你就想啊 其实我们现在所经历的 这个疫情期间 就多多少少的 有点这种感觉 你看啊 买菜也费劲 是不是 买菜你得什么 又得被隔离 又得怎么怎么地的 反正总之 就疫情这个环境 就有点像计划经济那个感觉了 一切被控制着 对吧 为了疫情的这个缩减掉 所以我们必须得控制着 因此这种方式下 你整体的社会的活力 肯定没有源前高 你就理解了吧 所以一切都听指挥的 的时候 按照计划来走的时候 你的活力就比较少 你的内容就比较单一 我们理解到这就可以了 好了 接下来经济周期 这个表啊 放在这好多年了 但我一直觉得这个内容呢 我个人认为 这个表考的没有意义 因为它说的又不是很严谨 但是呢 它这个表放在这呢 我又不能不讲 我们稍微提一下 讲说的是什么 就是经济周期 对于我们财务管理活动来说 也是有影响的 比如说在厂房设备 人力资源 存货储备等等这些方面 都会有一些细致莫及的影响 我们简单看看就行了 我不觉得这是一个 特别重要的考点 如果考试真的考了扔 听懂了吧 如果考试真的考了扔 好吧 咱们说不定能碰到一些考点呢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 就是复苏期 大家首先要去正确理解这个问题 叫做复苏期 如果大家学战略的话呢 其实我们叫导入期 这个复苏期相当于是站在一个 就是重新开始的那个角度 刚刚复苏的意思 所以叫复苏期 复苏期最开始的时候 你想想看吧 肯定要增加厂房设备啦 对吧 实施长期租赁啦 这个不需要理解的什么意思 知道就行了 就刚开始 刚开始的时候 你需要去建立厂房 你得形成你的生产经营能力 对不对 好 慢慢慢慢的到了我们的繁荣期 你要去扩充你的厂房 对吧 好了 接下来到了衰退期 衰退期我告诉你 就有一个关键词叫停 停 你看 停止扩张 来你先往下看 停止扩张 削减 从货 停止采购 停止不利 因为都已经衰退期了 一个关键词就是停 好 第四期叫做萧条 萧条的关键词叫做减 好 你先不看第一个 你看第二个 减人 减存货 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市场份额 没有哪个企业说我要主动去减少我的市场份额 这不太合理 所以保持市场份额 好 以及压缩我的管理费用 所以它的核心词就是减 这是啥意思 什么叫建立投资标准 比如说固定资产投资标准 这在说什么呢 说的是 你得设置一个固定资产的投资标准 超过某个线你就别投了 你没钱 低于某个线你再投投 你还能负得起 所以建立这个所谓的投资标准 就是超过某个线千万别投 你没钱了 就这意思 听懂 你不能一直花钱 你得控制住你的钱 好吧 好 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前面这几个 比如说人力资源 无论在复苏期还是在繁荣期 肯定是家人 是帮你干活的 好 到了我们的存货储备 刚开始是建立存货储备 对不对 到这呢 继续建立存货储备 就说句废话 我告诉你 好了 到了复苏期 对于产品策略来说 刚刚开始嘛 你肯定要新产品打入到这个市场当中去 所以你要开发新产品 新产品它不断的被消费者接受之后呢 你会发现 你可以慢慢的去提高我的产品价格了 所以其实都很好理解 对不对 都很好理解 好 你看看啊 在市场营销策略当中 我在复苏期要不要做呀 不需要做 最开始在复苏期的时候 你想你连产品的口碑都没形成的 你敢大肆宣扬吗 不行 你必须得要先把新产品开发好了 你看 等你繁荣之后 你才想的是怎么把这东西给卖出去 你到了这个阶段 你才会去做我们所谓的市场营销活动 对吧 所以啊 你看啊 它实际上是这样的逻辑 你最开始的重点是要做产品的 先形成你的核心竞争力 然后呢 再去做你的市场营销 这地方跟战略 如果大家有跟我学战略的 这个地方跟战略是一样的 先做R&D 先做研发 再做MKT 再做市场营销 所以这跟战略学的是一致的 OK 所以关于这张图 关于这个表 以及和我给你强调这些重点内容 比如说一些关键词 能够理解的 我觉得就可以了 大家不需要深究 OK吗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个 说经济发展的水平 也会影响我们的财务管理活动 比如说 如果经济发展水平高 财务管理水平也高 如果财品水平低 它也低 这个地方是不是打错了 没打错 就是反过来影响 经济管理水平高 财务管理水平高 反之 财务管理水平高 经济发展水平高 你觉得它能考吗 不能考 这都是废话 是吧 过 教材有很多这种东西 不理它 好吧 好 第四个 宏观经济政策 也会影响我们的 所谓的财务管理活动 比如说什么 金融政策 财政政策 价格政策 会计制度 或者是 大家听到什么 货币政策 听过吧 财政政策 听过吧 这些东西都会影响 我们企业管理的活动 知道这么件事就行了 不深究 过 这儿终点 咱们今天讲完这个 咱们就下课 好吧 咱们今天把这个讲完 咱们就下课 通货膨胀 我先问问各位同学 什么叫通货膨胀 这词经常听 是吧 各位同学 这词我估计你们经常听 但是你们能不能解释出来 大白话 什么叫通货膨胀 有人说 CPI 非常好 其实我们在实物当中 我们其实用的就是 CPI这个指数 来去衡量通货膨胀 大家说的非常有道理 叫钱不值钱 是吧 钱不值钱 就是通货膨胀 我换另外一个词 就是虚胖 对吧 大概就这意思吧 你不值那么多钱了 现在这个钱 是吧 你看起来100块钱 虚胖 虚多 原来100块钱能买口锅 现在100块钱能买个锅盖 这就是通货膨胀的意思 对吧 我们在实物当中 通常是用CPI这个指数 来衡量的消费品价格指数 OK 好 我们来看看第一个问题 叫做通货膨胀 对企业财务管理活动的影响 这个指点不重要 简单看看就可以了 而且我告诉你 这个地方教材写的结论 不是那么的有逻辑 大家不能就是串着看这些结论 每一条结论你单独看就行了 这个地方教材写的不是很严谨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 从投资和日常营运的角度来看 资金占用增加 引起资金的需求增加 啥意思 这废话 你原来买这口锅 我刚才说你要花100块钱 你现在100块钱就只能买个锅盖 也就是意味着 你现在可能要花200块钱 才能买这个锅吧 那是不是就是你买东西更贵了 那不就是典型的资金需求增加了吗 所以通货膨胀所引起的最典型的 就是这个 引起资金需求的增加 当然都是虚的 都是泡沫 全都是泡沫 对不 好 接下来第二个 从筹资的角度上来看 好 这里面这些结论相对来说 有点点晦涩 我们稍微的来大家去串一下 来 同志们 关键的问题就是 我们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利率 什么是利率 利率代表的是资金的价格 特别上市场的利率 代表的是市场这些钱的价格是多少 好 价格一出现这个东西 我想问问大家的就是 价格实际上是由供求关系所决定的 对吗 供求关系 好 也就是意味着什么 如果这个市场上对于资金的需求增多 意味着什么 需求增多 我的价格是不是就向上了 价格就是P 用P来表示 价格上升 好了 同志们我说了 利率是资金的价格 价格上升就代表着利率 假设我用I来表示就上升 所以首先你要搞清楚利率是什么 是资金的价格 由供求关系所决定的 如果资金需求上涨了 那么我的价格就会升高 也就是意味着我的利率就会升高 好 我们刚刚讲过 我说 现在如果存在了通胀 也就是我们刚刚大家说的说 这个CPI这个指标上升了 是不是就代表着通胀了 好 通胀对我们的影响是 原来100块钱买口锅 我现在200块钱才能买口锅 所以我对于资金的需求 是不是就上升了 来 这个线是不是就串起来 对于资金需求上升了 资金的价格就变贵了 我的利率就上升了 所以 对于通货膨胀来说 会抬高我的利率 对吧 好 我们围绕着资金需求这个角度来看 第一种情况 资金需求变多意味着什么 好 这个市场上大家都需要钱 于是呢 各个证券公司就开始拼命的发钱 你会发现 这个市场上它的证券的发行量 会变多 好了 你看哈 当这个市场上的证券发行量变多 就大家都在发钱的时候 大家都在发钱意味着什么 钱就不值钱了 对吧 这个证券就不值钱了 所以证券的价格 是不是也下降了 OK 好 这是我们站在第一个视角 资金需求量上升的时候 证券公司都开始发证券 发股票 发债券 来买呀 来买呀 好 你以后背着 这供给变多了 就意味着什么了 变意味着我们的债券价格就降低了 对吧 好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角度 好 第二个角度 如果需求量变多 是不是就意味着资金的供给就变得紧张了 资金供给紧张 也就是意味着市场上真没那么多钱 你需求量那么大 那我的资金供给不就是紧张了吗 资金供给紧张 你是不是就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融资难呢 对不 资金供给紧张 所以企业融资就比较难 同学们一定会有一个疑问 说老师 你不说需求量增高的时候 证券发行量升高 我这融资不就容易了吗 我刚刚说那句话 你是不是忘了 我说教材这个地方的结论 它就不是一个串联结论 你单看每句话的结论都有道理 你只是站在不同的视角上来看的时候 你所得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 所以为什么这个地方不是那么爱考呢 就是因为它不是个定论 你单独看 叙叙浪增锅 这个证券发行量升高 证券价格就不值钱了 好 你还是单独换一个视角来看 这个资金供应紧张 于是你融资就难呀 供应不出来呀 哪有钱呀 所以还我说了 你不要教条给我自己去串 这个地方的结论就是不太严谨的 好了 回过头来我们来看 利率上升 加大企业的筹资成本 融资更贵了 资金价格上升了 证券价格下跌 增加了企业的难度 你证券价格下跌 相当于你买的那个证券都不值钱了 相当于你本来融资好像融了100万 但实际上融到的只是80万 所以融资变得更少了 由于资金需要量增大 所以意味着资金的供应很紧张 那么不就加大了我们筹资的难度吗 所以筹资更难了 这三句话 我再说一次 你分别去给我看就行了 别给我串 别自己闲得没事给他串起来 好 接下来 这一段云里雾里 说了不考 不会考的 你给我听明白刚才那个逻辑就行了 刚才那个逻辑是基本的经济学逻辑 基本的经济学 共求关系决定价格的逻辑 是吧 好了 接下来 最后一个从利润分配的角度 还是那句话 虚胖嘛 你看起来赚的多的 利润也是虚增的 是吧 那个价格根本就不是那些钱 可是由于你利润虚增 你分给股东的是不是要变多了 是吧 那你分给股东也多了 所以你赚的多 你分的也多 OK了 所以这里面我再次强调 上述通货膨胀的影响 对于财务管理活动影响 它不是串联关系 是站在不同的角度 所得出的结论 所以大家不要去串联这些结论 单独的一句话 一句话 一句话的看就可以了 听明白了 OK 各位同学 你们不要失望说 老师我上个直播课 我所有的东西 我现在全消化了 那不可能的 那是天才 是吧 哪个地方你没听懂 你标记一下 课后快一遍回放 我保证你能够听懂 好吧 确实三个小时 大家很辛苦了 所以再坚持一下下 我们把这个日识点讲完 我们就结束 好不好 来 继续 有时候听第一次就挺明白 那你天才了 是吧 剩下就 我们其他都是正常人 我们正常人听明白很正常的 你这天才 你别说话 天才 好了 接下来 应对措施 我告诉你 这个地方看起来好复杂 但是我有方法帮你搞定 你不用担心 你光看教材结论 这么老长东西 吓死人了 来看 我们把这个通过膨胀 分成两个时期 一个是通过膨胀 初期 一个是通过膨胀 已经经历了一段时间 我们把它叫做通过膨胀 持续期 我给大家总结了两句话 初期的时候 你要做的事是什么呢 叫做锁定成本 或价格 如果到了持续期的时候 你要做什么呢 你要多收钱 少花钱 我们来看 我们初期的时候 我们要做什么 第一个 进行投资 可避免风险 实现资本保值 啥意思 你现在通货膨胀都要出现了 现在投资 更待合适 此时不投 更待合适 未来价格越来越高 你越买不起了 是吧 好 所以第一个 相当于是 你如果你现在买了 就已经锁定了成本了 它就不会再涨价了 对吧 好 第二个 签订长期购货合同 请看啊 看清楚方向 是购货合同 买东西 付出代价 如果我限电就听的是长期的 那未来就 我就不担心涨价了 但注意这里千万不是销货合同 考试的时候 我给你写 签订长期销货合同 你是不是傻 对吧 你是不是傻 你越来赚的越多 你不想要吗 你傻呀 所以这里面一定得是购货合同 所以相当于是 你锁定了那个价格 锁定了你的成本 好 第三个 就是取得长期负债 保持资本成本的稳定 虽然你们可能没学资本成本 但是取得长期负债 比如问银行 接了一个三年期的借款 给你一个利率 对吧 还是一样 刚才我们说通货膨胀 会导致我利率上升 对不对 你现在如果去把利率锁定了 你不怕呀 你爱涨涨去 我已经锁定了 以后你涨是你的事 我的合同已经签完了 所以对于通货膨胀 最核心的锁定成本 或者是锁定价格 能明白 好 我们来看到了 持续期要做什么呢 叫做多收钱 少花钱 你管它在什么期 这对企业来说 都是最核心的本质吧 多收点钱 少花点钱 这肯定是 对吧 这这么通俗的道理呢 来你看 第一个 采用比较严格的信用条件 来减少企业的债权 啥意思 我催客户早点还钱 所谓的严格信用条件就是 我原来让你60天还 你现在40天就给还我钱了 对吧 我就把我的应收账款变成了现金 所以减少企业的债权 这不是多收钱吗 对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叫做调整财务政策 什么意思 我的财务政策当中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鼓励政策 原来呢 我发的多 我现在少发点不就好了吗 对吧 包括减少企业资本流失 所以你看 这个讲的就是少花钱 好了 你看这里面总共写了所谓的五项措施 但我两句话解释清楚了 一个叫锁定成本或价格 一个叫多收钱 少花钱 而这两句话非常的通俗易懂吧 来看看个题 我稍微提示一点 我们教材在写的时候 好像写的是分了初期和持续期 但真正考试的时候 根本就不去区分这件事 所以你只要把这两句话 一个叫锁定价格 锁定成本记住 一个是多收钱 少花钱记住 这两个原则记住了 就可以做题了 来看到题吧 下来个课题当中 无助于企业应对通货膨胀 看清楚 叫做无助于含泪的 不准喊 给我坚持 不要影响别人 来A选项 发行固定利率的债券 发行固定利率的债券 是不是锁定了价格呀 对吧 好 A选项其实就是能够保持 你资本成本的稳定 你发债券 你未来要还给人家利息的 对不对 但你现在把这个利率 已经定下来了 你就不担心通货膨胀的影响 对不对 这不就是锁定价格 或者是成本吗 2B选项 以固定的租金融资 租入一项设备 就是现在我就把这个租金定了 我管你以后 你爱上涨去 咱俩已经定了 锁定价格了吧 C选项 签订固定价格 长期购货合同 看清楚 是购货没问题 采购价格签订了 所以C选项正确 私立选项 签订固定价格的长期销货合同 对吗 傻 傻孩子 才会把销货合同的固定价格 给我定上 所以私立选项不对 它无助于企业的通货膨胀 答案选私立 所以你看它爱怎么出花 怎么出花 你不需要去理解 只要满足我刚才说的 锁定价格或成本 或者多收钱 少花钱 这道题就一定可以搞定 OK吗 好 所以端于这个签合同这个事 大家一定要考清楚 这个特别爱考 考了不止一回了 你一定要看清楚 是长期的购货合同呀 还是长期的销货合同 到底哪一个才能把价格锁定住 注意锁定的一定是成本啊 同志们 好吧 OK了 行了 我觉得今天的内容差不多了 我在讲金融环境 你们脑子都已经油盐不尽了 是不是 第一次上课 我觉得大家 比如说上第一次课的时候 你会多多少少觉得 有些内容跟不上 很正常 为什么呢 你不习惯 你第一次上采管这门课程 这是一个新的学科 你第一次跟我接触 这是一个新的老师 你有一些地方跟不上 太正常了 你自己一定要给自己信心 千万别在第一节课 就开始泄气了 这个是大忌 考试时候的 就是复习考试的大忌 你要抱着积极的心态来学习 好吧 我相信这些解题技巧 真的能够帮助大家 能够灵活地应对考试 今天的解数呢 给大家写一句寄语吧 毕竟我们今天是第一次课 所以这句寄语呢 也是希望大家 这个能够真的保持一个动力 去做 叫做 是时候努力了 相信自己 与我共赴远方 就是 我想说的是 这一路 我陪着各位 一起能够在九月份 通过我们的中级材料管理考试 这门课目 而且这一路 我相信 不会特别的艰难 只要你对你自己有信心 只要你有一个足够强的信念 只要你有积极的心态 没有过不去的坎 千万别整天垂头丧气 这一定会降低你学习的效率 你相信我这句话 所以 老师我听不懂了 老师我不会了 这种话自己默默地 憋在心里 不要说出来 因为我也不想 你把负情绪带给别人 所以我们的直播间的环境也好 在社群上的环境也好 我希望大家都是 能够共同去营造一个 很好的良性的复序状态的 而不是天天抱怨这个 抱怨那个 没有用 OK 但凡能够积极努力的人 最后都能够通过考试 好了 今天的课我们就上到这 下次课 应该是周一晚上的课程 希望我们能够同一时间 再跟大家见面 大家晚安 拜拜 by bwd6